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特朗普对其竞选伙伴JD 范斯的公开支持 尽管范斯的民调支持率创新低 范斯在俄亥俄州的集会上试图开玩笑 结果适得其反 引来尴尬局面 这位39岁的参议员在民调中的负评已经让人担忧 而特朗普仍坚持他是最佳选择 然而 范斯的多次争议性言论 包括对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的批评 进一步缩小了选民基础 引发了更多对其能力的质疑 特朗普选择他是否真能巩固铁锈地带选票 这样的选择是否会成为竞选活动的致命弱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来自著名的英国电讯报 Telegraph的报道 文章聚焦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及其竞选搭档JD范斯的最新动态中 尤其是范斯在一次集会上引发争议的言论 和其在民调中的困境 范斯在俄亥俄州的一次集会中 尝试开了一个关于民主党以及政治正确的玩笑 提到他喝了剑一山路 暗示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解释为种族歧视 然而 这个笑话并未引起共鸣 反而让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特朗普在集会后为范斯辩护 称他表现非常好 即便民调显示范斯的支持率创下新低 特朗普依然坚持认为 他是最合适的竞选搭档 JD范斯是一位从美国海军陆战队 转型为作家的前军人 他写了一本畅销书 讲述了自己从工人阶级背景中崛起的故事 这本书帮助他赢得了很多铁锈地带选民的支持 然而 最新的CNN民调显示 范斯的净支持率为负6分 而一般副总统候选人的平均支持率为正19分 这让人们质疑 范斯是否是一个合适的副总统候选人 尽管如此 特朗普依然坚挺自己的选择 称无论民主党候选人是否是卡玛拉·哈里斯 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似乎更关注巩固其基本盘 而不是扩大选民基础 俄亥俄州通常被视为共和党的安全地带 而范斯在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 值得注意的是 范斯过去的一些争议言论再次浮现 他曾在2016年将特朗普比作美国的希特勒 并暗示特朗普可能犯了性侵罪 更糟糕的是 范斯对于堕胎问题的极端立场 与特朗普各州自行决定的温和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这使得他在民主党选民眼中更加不受欢迎 范斯的这些言论和立场不仅没有帮助他吸引新的选民 反而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分歧 许多前共和党顾问和竞选专家也对范斯的表现感到担忧 一位前共和党顾问称范斯的山路时刻是令人尴尬的 并表示着显示出特朗普竞选团队开始对范斯的选择产生怀疑 竞选专家指出范斯的存在不仅没有扩展选民基础 反而由于他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等问题上的立场 缩小了潜在选民群体 这些问题让人们更加怀疑范斯是否有能力胜任副总统的角色 尤其是在特朗普已经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候选人之一的情况下 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有人发布了生菜的图片调侃哪一个会持续更久 以此来讽刺范斯的持久力和受欢迎程度 尽管从技术上讲 特朗普在选举的这个阶段可以更换竞选搭档 但这将被视为竞选活动的不安全信号 而且可能在印刷 选票方面造成后勤问题 接下来 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这篇报道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看 特朗普选择范斯可以被视为他巩固铁锈地带选民 和白人工人阶级支持的一种策略 然而 这种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范斯的争议言论不仅没有吸引新的选民 反而激怒了一部分选民 特别是范斯在堕胎问题上的极端立场 与现今社会对女性权益日益关注的趋势背道而止 其次 从竞选管理的角度来看 范斯的选择显然是一个高风险的决定 尽管特朗普试图通过这个选择 显示自己的决断力和对铁锈地带选民的忠诚 但范斯的低支持率和争议言论 已经开始影响到整个竞选团队的士气和公众形象 这种情况让人们不禁怀疑 是否还有其他更适合的竞选搭档 可以更有效地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 再者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范斯的言论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美国社会当前的分裂和对立 一方面 范斯试图通过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来吸引某些选民 但这种做法在多样性和包容性 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 很可能引起更多的反感和抵触 最后 从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 范斯的表现和言论被广泛报道和讨论 说明媒体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依然巨大 媒体对范斯的负面报道和分析 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公众形象和支持率 这也显示出 竞选团队在选择搭档和制定策略时 必须充分考虑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反馈 综上所述 特朗普选择JD范斯作为竞选搭档的决定 虽然在某些方面显示了他的决断力 但更多的暴露了竞选策略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范斯在民调中的不佳表现和争议言论 可能会对整个竞选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到特朗普的最终选情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关于特朗普和JD范斯的竞选动态 以及其他相关的政治分析 我们将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JD范斯 JD范斯 全名詹姆斯 代为范斯 James David Vance 是一位美国政治人物和作家 出生于1984年8月2日 他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并以其自传《乡下人的碑歌》 Hill Billy Elegy 而闻名 该书探讨了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 并在2016年出版后 引起了广泛关注 范斯于2022年当选为俄亥俄州参议员 成为美国国会的议员 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选择范斯 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然而 范斯在民调中的表现并不理想 甚至面临一些尴尬的局面 例如 在一次俄亥俄州的集会上 范斯尝试开玩笑 指出 他喝剑一山路 可能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这个笑话并没有引起共鸣 反而让他陷入尴尬的处境 一名前共和党顾问 形容这一情况为令人尴尬 并加剧了人们对特朗普选择范斯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担忧 根据CNN的民调数据 范斯在选民中的评分 为-6分 而自2000年以来 副总统候选人的平均评分 为正19分 自1980年以来 没有一位副总统候选人的民调评分 是负数 范斯在2022年 赢得了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席位 但他的表现 不如特朗普在2020年的表现 并且在2022年 落后于该州的共和党州长 19个百分点 通常 选择竞选伙伴 是吸引不同选民群体的机会 但特朗普选择范斯 只是加强了他自己的基本盘 而亥俄州是共和党的安全席位 特朗普在白人工人阶级中表现良好 而这正是范斯主要吸引的选民群体 由于乔 拜登的糟糕表现 选择范斯被认为 是一种巩固基本盘的策略 而不是在激烈竞争中说服摇摆选民 范斯的 山路时刻呗 世卫是一次失败 并引发了竞选活动的担忧 前共和党顾问马克 麦金农认为 范斯并没有扩大选民群体 反而通过对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等的问题的评论 缩小了选民群体 这对竞选活动来说是个问题 此外 范斯之前对特朗普的批评 也不断浮出水面 例如 他在2016年 曾将特朗普形容位 美国的希特勒 并多次暗示 特朗普犯了性侵罪 范斯的这些言论 再次引发了人们 对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担忧 范斯对堕胎的强硬立场 也成为了他的弱点 虽然特朗普对堕胎的立场 是应该由各州自行处理 但范斯呼吁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 并批评了女性 可以在州际间旅行 进行堕胎手术的想法 此外 他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评论 也引发了争议 称她是 无子女的猫女士 这些言论 进一步损害了她的形象 尽管范斯 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 面临种种挑战 特朗普仍然坚持选择她 作为竞选伙伴 然而 这一选择是否能在选民中 产生预期的效果 仍续观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特朗普选择JD范斯 作为竞选伙伴 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决定 首先 范斯的工人阶级背景 和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 让他在铁锈地带 有很高的支持度 这个区域是特朗普 两次选举成功的关键 他选择范斯 就是要巩固基本盘 此外 范斯的军人背景和高学历 也让他成为一个 有吸引力的候选人 进一步证明特朗普的选择 并非草率 观众朋友们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说得听起来不错 但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 范斯在名条中得分是-6分 比副总统候选人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低 这可不是什么 巩固基本盘的好兆头 而且 范斯之前对特朗普的尖锐批评 甚至称他为 美国的希特勒 这样的背景 怎么可能让他成为一个稳定的竞选伙伴 更何况 他的许多言论 让他在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方面 失去大量选民支持 这样的选择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哈哈 谢琪琪 你真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选举策略不是单纯看民调数字 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他的直言不讳 而范斯也是如此 两人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候选人 这正是他们吸引选民的魅力所在 你提到范斯对特朗普的批评 恰恰证明他不是一个只会说好话的拍马屁者 而且范斯的工人阶级背景和军事经历 让他有能力理解和代表基层民众 这是他的一大优势 《乡下人的碑歌》不仅是一本书 更是他与选民之间的桥梁 楚天书 你真是对现实视而不见啊 《乡下人的碑歌》或许卖得不错 但这并不能掩盖范斯在政治上的尴尬表现 他在2022年俄亥俄州的参议员选举中的表现 不如特朗普在2020年的表现 这说明他并没有给共和党带来新的选民 而且他的种族歧视玩笑和对女性的贬低言论 只会让更多选民感到厌恶 你说他理解基层民众 但他这些言论到底代表了谁呢 这样的副总统候选人 只会让选民质疑特朗普的判断力 谢奇奇 你这是在曲解事实 范斯的玩笑或许不恰当 但我们不能用几句话 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能力 特朗普选择范斯 是因为他看中范斯的真诚和洞察力 工人阶级选民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他们处境的人 而不是只会说漂亮话的政客 而且特朗普和范斯的组合正是对民主党政治正确的一种挑战 这会让选民看到他们的真诚和勇气 选民需要的是这样敢于挑战现状的领导人 哦 楚天书 你真是为了辩论而辩论 选民需要的是能够实现承诺的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只会犯错和道歉的副总统候选人 范斯的言论不仅是几句话那么简单 他们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尊重多样性 关注公平和包容的候选人 而不是一个只会制造分裂的人 特朗普选择范斯 只会让更多的选民感到失望和沮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去都市 藍波 只要是个小伙子 小伙子 四季男 黄状